你知道在斗罗中老三强和新三强谁更强吗 众所周知唐晨 波赛西 千道流氏三大爵士斗罗 是当时战利天花板 可以说是老三强的代表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新一代的强者也应运而生 而且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以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不过魂力如果同为99级时 那么你们认为老三强和新三强谁更胜一筹吗 在看视频之前支持新三强的扣一 支持老三强的扣二 喜欢斗罗的记得点个关注 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们 第六名波赛西 作为海神岛大祭司 号称海上无敌 可以随意支配大海的力量 唐晓曾说过即便是唐晨和千道流 联手都不是波赛西的对手 那只剑陷于在海上 在陆地上他也就只能垫底 第五名千道流 作为五魂殿的大功夫 千道流号称空中无敌 几乎就差一步便可以登顶神位 曾经的他可是重创了剑斗罗的父亲 其实力可以想象有多恐怖 只是在跟唐晨比还是逊色很多 第四位唐晨 作为陆地巡洋剑的他 是唯一一个有机会自创神位的人 其实力是相当恐怖 只可以后来爱上了波赛西 为了尽快成神获得波赛西的爱 最终被九头冰蝙王积深 最终绑了身体破败不堪 第三名比比东 作为新三强中最先达到99级的他 天赋一笔 双生五魂 最终也是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神位传承 成就了新一代罗刹神 只是在强的他终究少了主角光环 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身手一处 第二位千刃雪 斗罗大陆上第一个成神的他 也算是新三强中的代表 无论是年轻时的实力 还是成神都要比唐三早 这也让唐三多次在他手上吃饼 最终被感情左右 终是没成大事 第一位唐三 作为主角的他 拥有主角光环加持 修炼路上虽然艰苦但是获华无数 人称卦王唐三 作为新三强的代表 其实力可以说是无敌 93级的他打的99级比比东落荒而逃 这样的战绩足以证明其实力恐怖之处 如果同时是99级 比比东那完全不够看 所谓排在第一位无庸置疑 对此你怎么看